7月22号,欧盟各国部长们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对以涉嫌暴力影响选举的辛巴威、穆加贝当局有关的官员及企业扩大制裁,以加强对辛巴威建立民主过渡政府的支持。 欧盟外交官说,外长们将研究如何实施制裁,才能在对穆加贝采取强硬立场,喊支持当局与反对党和谈中找到平衡。 在这前一天,辛巴威执政党和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达成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双方同意就一份渴望结束该国选后维基的权利分享协议进行谈判。 英国外交大臣米一班对记者说,米一的新的制裁目的是为了向穆加贝当局施压。 他说,我们所提议的制裁就是为了加强可反映辛巴威人民民主意愿的过渡政府的支持。 欧盟对辛巴威当局现有的制裁,包括武器禁运,签证禁令和对总统穆加贝在内的一百多位官员的资产进行冻结。 欧盟拒绝承认穆加贝从6月27号单一候选人总统第二轮竞选中获得连任。 欧盟已呼吁辛巴威从穆加贝统治进行短期的过渡后,尽快举行新一轮的选举。 新唐人亚特电视国际新闻部公司。 主持人亚特电视国际新闻部公司。